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你是从学校出来之后直接就进入到邮轮公司工作了是吗 对 我们学校是我在上大二的时候 大二上半学习的时候选上了邮轮 然后我看你这上面职位写的是清洁工 刚上去的时候我是负责打扫员工的洗衣房 还有员工的卫生间 我一个晚上大概要做19个卫生间的清洁 是员工去的 因为我们船员是来自五湖四海的 各个国家的都有 所以卫生间的话 大家的用测习惯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它当时这个卫生环境真的很糟糕 然后还有需要一些个就是 我们要趴在地上去擦地 然后要拿吸尘器去吸地 就是大家能够平常想到的清洁工作 我都做过 这份清洁工作了大概多久 我干了一整整九个月 然后我扫了将近五个月的卫生间 那后四个月是做什么呢 扫客人的卫生间 我升级了 从这个员工区变成了客区 对 这九个月都是和我们所说的清洁有关 都是清洁 九个月之后呢 九个月之后我假期了 就假期了 对 然后回家休了个假 然后再回到我们的船上的时候 我的职位还是清洁工没有变 然后在船上的时候 当时是有一艘船 然后要来到我们的中国 是2017年的时候 那艘船要来到我们的天津 以天津为母港 然后我很荣幸很荣幸地去选到 被分配到了那条船 然后我的职位就有一点的提升 然后升到了保安 什么 保安 保安 对 保洁员到保安 这个是存在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进阶 跨越很高吗 我们酒店部门的话 最大的是酒店总监嘛 然后当时他的这个 就是他的跨越 就是我要从我们船上的 最低层的crew member 然后变成了一个officer 然后穿的是一个带杠的衣服 女孩子嘛 比较虚荣 我说实话那个时候 干清洁工也不太想要天天穿那种 普通的制服 也不太好看 毕竟我还是有点这个偶像包袱 很正常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对 然后保安的制服又很好看 然后又很威风 然后裤子好几个口袋 这插一个手电筒 这插一个电棍 然后就腰带什么 就有水壶 就很威风很洒利 然后就觉得哇这是我想要的职位 帅就他了 虽然他们笑 但是你们体会不到 从曾经一个清洁卫生间到现在 可以为客人提供面对面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那种心理的心情的跳跃 是无人能够去描述的 对吧 我们其实是为他开心的 我们觉得挺好的 挺开心的 天色过瘾 而且大家注意他身上巨大的反差 他讲了很多做基层工作的这些事情 而他重点是 17年人家是世界旅游小姐大赛的入围 是吧 对 一个世界旅游小姐 然后推着一个打扫卫生的车 跪在马桶那儿擦马桶 这种巨大的反差 其实反而让我们为你点赞 对我们觉得特别难能可贵 你说一个女孩这么形象不错的女孩 然后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他讲起来唯唯道来 完全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的不好意思 或者觉得难以启齿 我觉得他非常棒 真的非常棒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看你形象这么好 然后品质也这么好 在邮轮上工作能耐得住寂寞 工作经验有四年了 你最高的工资拿到了14000 为什么现在希望的薪酬变成了6000呢 之前的工资很高 是因为其实是我们的保底工资 但是我们当时拿的是美元 不是人民币 我在国内拿6000块钱的工资 我花的是人民币 所以这个工资的话 其实是这样子 我这次选择回来 是因为我的父母 他希望我能够在天津安定一个家 因为我从大学的时候 到二我就走了 将近六年的时间 我没有在家里人待过 就待的话也是简简单单的两个月 就今年回来的时候 我妈就跟我说了一句话 她说闺女 这六年 你的心都野了 你的心已经像一块石头了 我们怎么也雾不热 因为我们有代沟了 然后我就跟我妈说 我说妈不是的 是因为 其实说实话 船员这个名字真的很好听 是一个乘务员的名字 它很好听 每个人都会有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虚荣 我也有 所以我会选择继续 在船上不管有多苦多累多难 我从来没有跟我母亲说过 我也没有跟我家里人说过 我每回回来的时候 都会带着现金 妈 数钱 闺女 我回来了 咱吃好吃的去 我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钱 对于我来讲 现在来讲 就是爱更重要 家更重要 第一环节到这里 我觉得应该请我们的企业家们 来做出选择了 一位来自天津的女孩 龙毅 她今天在非你莫属 想谋求的是一个服务行业 管理行政助理 或公关的意向岗位 希望薪酬是6K家 工作地点是天津 请各位企业家考虑一下 然后做出选择 非常好 台上还有十一盏灯 为你留下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龙毅的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既然你曾经在邮轮上 坐过客房区的服务员 我想问一下 很多客房内 服务员非常有心 会给客人在床上 用毛巾叠一些 各种造型的小布偶 或者叫小玩偶 你会吗 我会 然后我大概会二十多种 会二十多种 对 那接下来天生我有才的 才艺环节展示 不妨就给我们来展示一下 你这方面的技巧 好吧 可以的 来 我们请工作人员 拿上来我们的道具 让龙毅为我们露一手 好 大家现在看到了啊 我们的这个桌子上啊 摆放着两个小动物 都是毛巾叠的 三个 我妈还有一个 三个 手里还有一个 这是个什么呀 你猜 就闪电是吗 疯狂动物城里头那个 星星吗 对 我怎么觉得像树懒啊 就那个flash 就那个闪电 动作很慢的那个 这个是 是一条 小狗 小狗 小狗还戴着墨镜 这是大象 一般的服务员要练习 用毛巾叠成 各种各样的动物造型 需要多久 像大象的话 是我们入门的 第一个动物 然后当时也不会 给你太长时间 就是你的老师 他会教你一遍 然后你就自己去研究去了 那接下来 今天想在 我们非你莫属的 这个才艺环节展示当中 给大家叠一个 什么样的小动物呢 是这样 我今天一共带了 三个动物嘛 然后我想在现场 选一位老板 然后能够帮助 然后我来 就是咱们一起 互动来叠一个 然后这三个 你可以选择一个 好 我来 好 超燕自告奋勇 那么就邀请黄超燕 到台上 一起来体验一下 来超燕 喜欢手机 来 老师您看这三个 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沙皮狗 沙皮狗是吧 好 来 大卫老师说嘞 这猴先给您 来一会儿 好嘞 你们见过六鸟的 你们没见过六猴的吧 你没见过六猴的吧 带出去转一圈 别闹 一会儿回家看 非你莫属 首先的话呢 我们是先拿一条 大的浴巾 来 您给它这样对折 出费 你们要做到一块 明天 人 tac 要 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然后我们的头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我们拿这个毛巾 然后下面的话就是比较魔术见证奇迹的时刻 我们的要来了 首先我们先把它打开平摊 我们这天津女孩多可爱啊 见证奇迹的时候来了 对 然后您找一下中间点 做一个三角 您从那边窝一下 然后往下窝一下 这个角 对 然后两边开始卷 这边和这边两个角开始卷 OK 拿起来 拿起来 然后这样冲着您翻过来 OK 然后上面手可以撒开了 然后您可以放在这里 OK 还真的 有了一点小狗的感觉了 就做完了 然后大卫老师您看方便眼镜借我们一下 行 只要他不看我低就行 来 然后您把这个鼻子卡在他的鼻子上 对 他的鼻子在这儿 卡这儿 OK 没眼睛 你忘贴眼睛了吧 眼睛咱最后的眼睛 对啊 咱们贴两个眼睛嘛 贴两个眼睛 这个就不戒了 这个就不戒了 我的眼镜框好可爱啊 好 这看着像个猪啊 眼镜闹的 对 小叶说得对 是有点像小猪 对吧 是有点像小猪 朝眼这不经意间 叠了一只小猪出来 佩奇 非常好了 第一次学习的话 其实说实话能够叠到这个样子 真的是已经很好了 非常棒 好 谢谢朝眼 谢谢 一只有学问的狗狗 来 这女人就来了 好 谢谢 客房服务员 每天要叠多少个 这样毛巾做的这种小玩偶 其实背后的辛苦也可想而知啊 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龙毅 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龙毅 你是学游轮乘务 与酒店管理出身的 对 今天你来是想找一个 服务行业管理 行政助理或公关的岗位 对 哪位企业家 有感兴趣的问题 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向龙毅提问了 龙毅 你对公关的理解是什么 虽然我没有干过这份工作 我的理解就是要处理一些个危机 然后维护我们的企业形象 那么说你这个理解的还是就是媒体公关的这些事物 其实公关是公共关关系嘛 很广泛的一个意思 那我想问如果假设啊 有一个媒体的危机的诞生的话 你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去解决 能不能说个具体的案例啊 我还是拿我擅长的吧 邮轮行业吧 如果在邮轮上面 我们如果要是发生了这些个 就是比较人缘吧 人缘故 就是身故的事情 我们的第一反应 那肯定是先救人 那如果我们救人 这个人还是没有的话 我们会给这个实体进行妥善的处理 当然如果有新闻媒体来的话 我们尽量能够去压制这个信息 如果媒体非要报道的话 那我们只能说在我们 我们要媒体的时候 我们只会偷偷地去给媒体说一下 我们当时是怎么去救他的 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些个 什么样的去努力 然后去挽救 其实呢我感觉你这个回答不好 就是因为你刚才提了两次压制 压制就想掩盖事情的真相 公关是什么 公关是可以通过策略和行动 去让公众接纳 并且让媒体去认同 而你去压制媒体 在今天自媒体 人人都是这个发声筒的今天 那可能有人拍下来 或者是等等的问题 你是压制不住的 所以这个不是策略 OK 对于他来说啊 我觉得职场经验 可能他比较缺失 就是要稍微地向下兼容一下他 有一些情况 可能对他来说 真的很难理解和驾驭 我当时觉得他曾经的这些经历 对他来说非常好 因为其实从我刚才 在跟你去互动的 这个小小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能感受到你的 第一心境 第二特别有耐心 第三个引导力很强 我认为其实你不仅仅 只是会那一部分 因为很多事情 底层逻辑决定了一切 所以我相信 你可以去从事的行业 可以非常的多 非常的宽 比如呢 比如如果说他愿意到北京的话 我可以亲自带他 我觉得给你的建议的话 有三个行业 是具体的岗位 第一个就是前台 形象好 气质家 还细心 第二个的话就是行政 然后第三个的话 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酒店行业 就刚才的这个技能展示 实际上是跟酒店的契合度 非常高的 你可以去星级酒店的 没有问题的 其实第四个的话 就是一些技能的培训学校 因为酒店行业需要大量的 这样的一些专业的技能人才 而且今天在场呢 我觉得有一个企业 特别特别适合你 抓住机会 好吧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龙毅的职场情商课 看看你的职场情商如何 年会上 你给你的部门领导敬酒时 领导抬高了一下你的酒杯 这个动作你觉得包含什么意思 首先我要确定一下 我的领导是不是已经到了 他喝酒的兴奋度了 然后如果是他到了一个兴奋度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我 他不能再继续喝了 那如果他没有到这个兴奋度的时候 那我可能会觉得 他是不是需要我的一些个帮助 帮他去促成一个合作 或者是其他 还有在座的各位 来我们听听刘爽老师的点评 他回答得很好 我是给电视机前的年轻的小朋友 普及一个这个场景的基础知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亲身经历到我们公司的绝大多数 酒五后 根本不知道怎么敬酒 为了这件事 我专门组织团建 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训练他们 怎么敬酒 有心了 真的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敬酒的时候 晚辈的酒杯要比长辈的酒杯低一点 对 这是个基本的礼仪 但是我发现职场当中 很多二十几岁小孩 不懂 没有 没有这个训练 他们总是把杯子高高的 对 就来了嘛 对吧 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 特别懂礼貌的两个人 他会从桌上静一直放到地上 对 谁都不想比那个对方的杯子高一点点 然后会有一个人先伸出一只手 拖着对方的这个杯座 把它拖起来 拖起来 然后我低您高 这是一个社交的基本的礼仪 借此机会告诉年轻的朋友 不然的话在酒桌上至少吃亏 对 如果说领导真的抬高了一下你的酒杯 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 它对你之间关系很融洽 它跟你开个玩笑 这个时候 你要比领导的酒杯还要低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 就像刘爽老师所说的 你的酒杯太高了 领导是通过这种 半开玩笑的方式提醒你 小伙子 做人和举酒杯都要低一点 是的 补充一点 我们又讲到 就是人类这样的专业动向 除了你的创新性比较差 因为没看到创新性 其他的都可以 一人性 开放性 进责性 外向性都很好 所以销售工作其实也可以考虑 好的 好 职场情商课我们也达完了 刘登的是一位企业家 对于这样一位 长期漂泊在海外 漂流在海上 做着很辛苦的服务工作的 但是性格特别开朗的 天津女孩 接下来 留给你们的时间不多了 抓紧时间选择 来吧 非常好 龙逸 还有五盏灯为你留下 来 一起进入到他的第三环节 谈钱不伤感情 来 我们先从何文开始了 权世瑜给的是 线下课程推广 所以希望你来我们这 做推广员 把我们的线下的课程 推广给大家 课程底薪是五千八 还有提成 谢谢 工作地点是 工作地点在北京 少年得到给你提供的岗位 那是行政专员 工资是9K 我们是一年十五薪 比较期望你能够在 工区管理 还有一些员工的活动 这个维度 给我们公司一些帮助 龙逸 我这边给的是 销售顾问的岗 然后我写了两个城市 然后我给的是一个 高级销售顾问的岗 就是它其实在我眼里 你不需要从零开始 所以城市你可以考虑一下 给了你双城双选 我给到你的最主要的职位 其实是后面这个助理 我更希望能够用你的温暖 用你的耐心 然后帮助我协助 开拓更大的天地 谢谢 好 工作地点也是北京 对吧 对 北京 来 于林 我给到你的呢 是媒体圈社群的 这样一个拓展的工作 在做公关 我们是专业的 我给到的是七千 好 看清楚了之后 考虑一下 灭掉其中的三盏灯 谢谢你 不好意思 我留着 我要不要 我留着 心痛 我以为你 你不要灭他是吗 你只是谢谢他 我跟你说 你不要瞎唾出 别吓唾他 本来逻我觉得 你别吓唾他 我今天被灭 你把东白吓坏了 东白 继续吧 继续吧 还有一位 再灭掉一盏灯 谢谢林老师 有请任东柏 黄超燕 走上我们的竞价台 谈前不伤感情 你可以分别问他们一个 你最关心的问题 另外 如果你觉得自己可以 你还可以在现在的这个基础上 为自己在薪资上争取一下 我想问一下老师 就是我的创新性确实不是很高 您愿意特别有耐心地去教我吗 我其实只需要认可一点 刚才我前面就说过 我只要底层逻辑里面 你优的那一部分 首先 你非常地有耐心 第二个 你爱笑 第三个来说 你很有服务精神 而米苏兰德集团公司旗下的这些品牌 其实可以统称为是个服务型的公司 所以呢 其实你能发挥的地方很多 可以细沟通 而且我也愿意亲自带你 少年德道这边有什么想问的 不问了 我就着她的话题说两句 好吧 这样呢 那个姑娘 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是非常清楚 想把你放在哪个岗位的 因为你之前的过往经历 这个黄总呢 他说到的 就是你可以后面 可能会把你调整到其他业务上 到那个时候 你可能才能明确你未来做什么 但是行政呢 它是一个 是一个职业 是一份岗位 你到哪里呢 你过去的经验呢 都是可以复用的 谢谢 好 第二件事 刚才我说了 你用权利在这个环节 在最后最后 为自己在薪酬上 再争取一下 想要去试一试争取一下吗 我的内心告诉我是想的 那可以呀 那就改 你说多少 说 还人家说多少 孙美 你可是个非常专业的人理自然的 他说的不合理 我都不敢 他说了多少 你想为自己怎么争取吗 你是分别争取 还是统一争取一下 首先感谢二位老板 能够看到我身上的发光点 然后我觉得我的价值 是在于我的服务 然后也包括我的一些个职业技能 对于我来讲 去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我是需要做一个全新的准备的 然后我也做足了这个心理准备 所以我希望各位老板们 能不能在钱上 再给我一点信心呢 我觉得行吗 这可以吗 这涨幅不断 十一K 两千可以 十一K 潮燕 你这边有没有动作 我是这么想的 我上面写的是九千加 这个加可以是一也可以是N 因为我不希望说是两个人最后变成了打价格战 我认为给到的空间和内容 未来来说我甚至可以让你单独来带项目 甚至我也不排除为了让你当其中一个的合伙人 因为我喜欢他 考虑一下 在少年得到或米斯优兰达之间选择其中之一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开始 那么龙逸 那么龙逸 你的选择是 我想选择有 让我再发展一点 好 谢谢 最终龙逸选择了米斯优兰达 祝贺龙逸 也祝贺黄朝燕 来和我们的企业家握手之意 感谢观看